大家好 现在是上午九点半了啊 接着跟大家聊啊 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 让我非常有感触啊 酸甜苦辣咸 感慨万千啊 至于不至于啊 你这么大买卖 你万八你借不了我 我这真有急事啊 什么逻辑啊 我这一辈子 就是两个兄弟 一个是李 一个就是子彦 他就是因为借钱 现在兄弟没了 我不想再失去你 你懂吗 我不懂 傻逼你 我带你看 借别人钱还理直气壮 人家混蛋人 做贼 不是我不愿意借你钱 是我怕失去兄弟 行了行了 我走了 你最近遇见那点事我也听说了 你也别玩八的了 墙里准备好了 拿着 记着我不见你 我是怕失去你这个兄弟 很好吗 走吧 我买你 我买你 会记得 喂 怎么了 兄弟 你这辣人的东西了 你这辣人的东西了 兄弟 我 我想了想我 我想跟你说个事 你说吧 我这刚上车 你失去我了 失去了 不给了 耍赖了 看见了吗 借钱 借钱 人家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不借是本分 借你是情分 可有的人 借了钱就不给了 我这就有一朋友 我就不描述他了 什么老家是哪的 干什么职业我就不说了 当初借我钱时候 说的天花烂醉的 现在当然了 他也遇到难处了 后来这人就消失了 消失在人海当中了 消失在 遥远的银河 是吧 我周围有好几个这二人 这二人我发现 我给大家提个醒 有一个共同特点 哎呦那个嘴啊 都特甜 能把死人说活了 那嘴上跟抹了蜜似的 当初我对这种人啊 就缺乏判断 就被人家说两句好话 给我捧的呀 哎呦我就晕了 啊真的 这就叫口蜜复健 那嘴真跟抹了蜜似的 这个一捧我 一吹我 一抬我 哎呀你这个少年得志啊 这么年轻就这么成功啊 你这个挣钱的能力啊 啊你这还爱看书 你这个有学问啊 你是如商啊 兄弟给弄点钱花啊 然后几天几天就还你 结果呢 不但几天 几年也没还我 现在最长的都十几年了 我也不要了 我放弃了 是吧 我放弃了 啊具体金额我就不说了 反正也不是个小数啊 好几个这样的人 好几个这样的 有的少 有的可能个几万几千 是吧 那我都不计较了 就算了 对吧 都朋友 有的是发小 从小一块长大的 是吧 这没辙 你怎么办 你就赶上这事了 啊 不过呢 这个我刚才说啊 这些有一个特点 第一嘴特别甜 第二 这些人 嗯 基本上吧 基本上这些人 有一个特点 好色 好色 这个见了女的 拔不动步 走不动了 而且那个 他们都有老婆 都有老婆 或者有固定的女朋友 而且呢 他们呢 这个男女关系呢 这个谈恋爱啊 交朋友啊 结婚啊 还都特别早 就男女这方面 开窍 特别早 采取行动 还特别早 啊 这方面特别灵 可是 可是啊 他们 其中有的人啊 我就劝过他们 我说你一天 你就24个小时 你24个小时呢 您的脑袋瓜子都琢磨 怎么找女的 跟女的起腻 啊 然后想着把哪个女的 骗到床上 打谁一炮 是吧 骗谁一炮 然后你的时间呢 你你怎么挣钱呢 你如何挣钱 如何获得提拔 如果在单位 如何在工作上搞得更好 你就没时间了 对不对啊 所以这批人 就是这个特点 还有这些人 懒惰 懒惰 也可以叫好吃懒做 这些人不是所有的啊 这些人当中有两三个懒 懒 还有一个 他们虚荣 还有一个啊 他们的特点是虚荣 好面子 好面子 就比如说你像我吧 我在家 比如说我失业了 我能接受 然后我也能面对 我也不出去骗人去 是吧 我觉得比如说 我也曾经失业过啊 我那会儿没工作之后 我怕家里着急 我就早上起来 伪装上班去了 然后呢 跑到一个公园 躺在椅子上 连吃午饭的钱都没有 然后呢 就到晚上回家吃好多 后来被我妈发现了 说你别装了 知道你没工作了 是吧 但是啊 但是我不 我不骗人 而我有的朋友 那个都失业了 还拿着公文包 穿着小白衬衫 对外宣称自己是 广告公司经理 广告不就是 就是骗人吗 就是夸大提词吗 是吧 所以他说 他是广告公司经理 似乎也没错 但是我是做不出这事来 我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我脚踏实地 我卖粮油 是吧 我卖粮油 我第一次 我记得 一开始我就是卖油 是吧 我干过两家油厂 实际上是三家 一开始是两家油厂 都是台湾人的 我都是业务员 后来呢 我自己就辞职了 我自己做买卖 第一次有人找我要大米 就要一袋 要一袋 为什么要一袋呢 人家说尝尝 样品 是吧 那么是哪呢 是亮马桥路 烟沙友谊 商城 然后凯宾司机饭店 日本大使馆 那条街上 一个高尔夫球场的筹备处 后来可能没筹备起来 后来可能关张了 要一袋大米 但是我说 我说您要一袋能给您送 但是您得给我结账 行 我记得去了 还有一个秤呢 还腰呢 够不够五十斤 给结了 但是我还打着车去的 打着出租 打了一小面 那是九十年代出吧 九二年 九三年 然后我那会儿 没有自己的车呀 那会儿做买卖 都是雇着车干 这一袋大米 我赔钱 我也干 我还记得有一个客户 要一桶油 火鸟色拉油 十斤的 哪儿啊 是叫吉普餐厅 Jeep restaurant 在City Building 中信大厦 是一层是几层 我忘了 他就要 应该不是一层 就要一桶油 尝一尝 我也给送 所以我是一点一点累积的 然后那个 我最后成交过 一千三百个客户 可是我这几个欠我钱的人 这个 不是那样啊 有女朋友 有老婆 外边大街上 或者通过网络 还得勾的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失业了 没工作 也得 泡妞 甚至跑到外地泡妞去 我是做不出这事来 真的 说实话 我自认为我还是挺有责任感的 可是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当然这些人啊 除了 这个好吃懒做 贪财 好色 要面子 呃 等等啊 嘴跟抹了蜜似的 还有一个是说瞎话 这个这些人说瞎话 说瞎话 那个 不说实话 不诚实 特别讨厌 我这点我很反感他们 我恨不得抽他们大嘴巴 甚至有时候对他们这种品行的 憎恨 超过他们欠我钱本身 是吧 他们欠我钱 说实话对我来说也没伤筋动骨 毕竟我还能挣 是吧 我一千多个客户呢 对吧 能挣 虽然有时也心疼 但是我还没有对我构成根本性的伤害 但是这些人最终 还有的有的个别的还吸毒 吸毒就需要大量的钱 吸毒 有的时候也是为了一开始找妞 跟妞一块吸毒 后来钱没了 妞也没了 身体也垮了 钱也都没有了 到后来还欠着别人的债 这样的人我周围有这么几个 然后 还有 反正说到根上 我也活了五十来岁了 借我钱这几个人 有的都五十多了 基本上也都在五十岁左右了 他们的人生就是失败的人生 真的是失败 有的个别人 外边经常睡别人的女朋友 睡别人的老婆 到后来他的老婆也给他戴绿帽子 也都被我们发现了 是吧 不是说我们窥探别人隐私 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 但是我觉得太正常了 因为他老婆真的 如果他出轨一百次 他老婆只能是有一次到两次 因为我们也都了解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 我觉得如果有人说活该 那就是活该 就是该 真的 俗话说 淫人欺女者 其妻必被人淫 是吧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人做了恶事 都有报应 是吧 你欠了别人钱 你觉得是窃喜吗 是吧 你觉得占了便宜了吗 错 是吧 你失去的比你占了点便宜 你拿着别人的钱 花天酒地 吃吃喝喝 泡妞 或者满足你的其他的需求 这都是不道德的 都是 是说白了吧 孙子 装孙子 这就叫儿媳妇大肚子 装孙子 大家说我说的对吗 说的对 给侃爷留言 好吗